很多被我们奉为真理的名句 其实我们都理解错了 一 介绍自己老婆 说这位是贱内 什么是贱内 这个贱说的是自己 意思是 这位是我卑贱之人的妻子 这是一种谦虚 不是说自己老婆贱 二 狠毒莫过妇人心 原文的妇人是这个妇人 这句话不是说女人心狠 她真正的意思是 辜负别人的人 辜负别人信任的人 是最狠的人 三 女人无才便是德 她不是说 女人没有才华才能就是有德 原文里 辩是德的辩是明辩是非的辩 意思是 女人没有才华没关系 能明辩是非也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德行 四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它不是独作畏己 而是独作为己 为是修为的为 意思是 人如果不修为自己 不提高自己 那就是自取灭亡 五 无奸不商 不是说商人都奸诈狡猾 原文无奸的奸是冒奸的奸 它是来自于卖米的典故 古代没有秤的时候 都是用斗梁 买米的时候 不光要把斗装满 还要冒个尖减 意思是说 商人卖的东西要物超所值 这个商才能行得远